台北市松山区副经理李焕中立长表示 问卷调查发现约有33.3%共享运据使用者 有降低购买机车的意愿 19%减少使用自有机车 因此提出共享机车专用停车格专案计划 强化共享机车借缓点的辨识性 省去寻找车位时间的便利性 吸引民众来使用 逐步降低购置私人机车的意愿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当初为什么提出这样子一个想法 其实是因为我里面的话有设置U-Bike 那设置U-Bike之后的话呢 其实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其实在U-Bike点 有效半径大概20公尺范围内的话呢 其实约有30户到40户之间 其实住户本来他们会自购自行车的 其实就决定不自购了 那这样子一个结果的话就让我发现说 第一个路面呢 其实民众自有自行车 然后任意停放的那个乱象减少了 那第二部分的话其实 我发现说我的里面也非常习惯去使用U-Bike 来作为他们点跟点之间 然后同情呢 或者是移动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所以说我在想说之前的话 郝市长郝农民市长其实推U-Bike 那我想说就现在的蒋湾市长 然后基本上对所谓的2050 然后近零摊牌这个议题的话 其实也非常关注 所以说在4月19号的市场座谈会上面的话 我就提议说 那其实就以我副经理 做一个共享机车的一个示范基地 那其实很高兴 喔 郝市长丘这边 然后也愿意来支持 目标是到达到2050进行 completa 规定率最运输嘛 那松山区我们的副经理理事长 比理事长这边有提出 提出我们建设一个共享机车实验基地的计划 那示范人员有主要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机车酒队提供有限 然後也希望我們鼓勵民眾使用我們的共獎運氣 然後改善共獎機車的停放秩序 所以我們從幾日起到9月30號開始 我們在這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就是富嶺街跟民生東路五段 就是富嶺裡裡內 以及我們一線路 我們新龍裡裡內 示範我們的共獎機車專用停車格的示範計畫 那富嶺裡面是有12格跟6格加起來是8格 然後我們的一線路這邊是有12格 那我們現場呢 塗了我們的圖上上面會 地上會有標共獎機車停放區之外 我們上面有一個排面 排面上面會有一個共獎機車專用停放區 那我們有一個業者 WIMO業者 他是在這些地方有一個P 就是上面有一個P的標誌 讓民眾也可以去尋找說 這就是專用的停車位 事辦地點為民生東路五段 富嶺街及新一區新龍裡一線路 共享機車專用停車格畫有藍白雙線並設有標誌 避免民眾誤停 事辦期間會觀察使用效果 旁邊也有噴漬就是共享機車專用停放區旁邊也有立排 就是避免民眾違規停放 那如果說7月30號之後 還有違規停放的車輛的話 我們就是會依規定來舉發 共享機車格是否會排擠一般的機車停車位 李幻中立場表示 觀察里內機車每日移動數約三分之一 每輛機車平均兩天移動一次 自由機車使用率不高 討論後決定取消三個汽車格 不會排擠一般的機車停放 記者問郡台北不到